应吴宗宪门票5分钟妙杀!笑亏,黄牛会不会抢太快? 吴宗宪眼超会门票妙杀!图读者提供,2010804.14。 吴宗宪宣宣布在7月28日首度于台北小剧当举办演唱会,今14日演唱会门票开麦,1.1万张门票在短短5分钟内全数售庆,同时有23000人在线。 吴宗宪下午出席活动时,表示,很开心。 更现唱经典歌曲,笨小孩,有梦你最美,瞬间炒热现场气氛。 吴宗宪透露,在知道门票妙杀后,请工作人员在两点半清票,结果门票又在一分钟内全数扫光,直呼,实在太感动了。 吴宗宪宣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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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� 会加场,献哥则说可以考虑。 吴宗献眼超会门票妙啥?图读者提供,20101804.14。 黄紫角则透露,看到吴宗献在记者会上爆哭,人在北京的他还传讯问说,哭什么? 但黄紫角其实很能感同身受,表示吴宗献从创作歌手到综艺大哥,相当不容易,能理解他的当下心情,看到他哭真的很感动。 吴宗献出席活动,黄紫角担任主持人。图读者提供,20101804.14。